这衣服它是正着穿的 这个不是本地人 但有可能是外劳 回口说大把大家好啊 看看这个洗衣机里全部都是校服 大概还有十多件校服 你在马来西亚吧 这属于热带国家 你这衣服基本上天天都在换 你像我这是如果在家待着不出门啊 一件衣服差不多穿两天 你但是他们上学跑跑跳跳的 肯定就出汗 出汗这个校服 就一天就有一身 你要不然呢就是天天洗衣服 你要不然就是多买校服 我这个就是一个懒伴子 多买校服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这五天上学啊 你就保证要有五身校服 一天一身 这样呢 两个人一个礼拜大概十身校服 你洗一次就行了 然后最重要的啊 你看这边标配你除了洗衣机以外 你还要鱼空干净 因为你这边雨季的时候 你下雨啊 一下下一天 或者说阴天你衣服干不了 一下就没了 穿了 他们上学是必须要穿校服的 但是这校服啊 他们也不是也不是一个样式 你一下就买五件 他们是这样 一个礼拜五天 有两天是体育课的 体育课你要穿上体育课的衣服 你看 他们从衣服就能看出来 这种花纹的 是这种样式的 是属于初中的 这种蓝的 这是老二的 这是小学的 到高中的衣服还不一样 所以你在学校 你走在他们学校里头 你看衣服就能分辨 它是不大 那你普通的校服 跟上体育课的校服又不一样 你这个是普通的校服 你看 这个颜色的 就是PE的 就体育课的 你看这真大 这是老大的 这是体育课的校服 这是体育课的短裤 这个是上衣 这个是平常的衣服跟短裤 还没校服 除了这背心裤衩 还有那个绒衣 夹克 看来他们那个教室也能入类气 他们气得非常漂亮 就 反正温差比较大 你出来进去的 温差特别大 你一般在教室 老呢你就穿个农衣 穿个夹克 低年级的是夹克 高年级的就是这种炮头的帽衫 这个外衣洗一锅 一会内衣再洗一锅 我就可以出去吃饭 今天打算去开口吃饭 第一呢凉饭 有空调 第二呢我那个老花镜的眼镜粉 蛇 我得去买个老花镜 要不然的话什么都看不见 你看这个 这根这个衣服 就你要买这种带胶的 你穿一段时间你洗啊晒啊 它黏了 就沾的哪哪都是 你骑摩托车啊 偷偷穿这个防晒服就能看出来 你是不是本国人 中国人骑摩托车 穿防晒服是这么穿啊 是这么穿 一定是这么穿 这什么衣服 他们都是这么穿 这么着 挡着 可能挡风 但是 我不太习惯 我是正常穿的 就逢个晒就得了 一会儿咱们走在马路上 你看当地的防晒服怎么穿 一下就明白了 前套往右拐 就算上了大道 就这岛上了唯一条公路 觉得我应该去保养保养我的摩托车 这三年没怎么提 所以鞋尾车买了 只有四年了吧 总共才跑了六千多公路 就是刚买的时候 接送孩子 接送还是开车送 因为俩孩子 但是有一个中午上学 有一个下午上学 分开街 中午先揭晓 晚上再接大 这一闹一行不上学了 摩托车就基本上就 三年就没怎么骑过 但是我觉得 没骑了也应该保养保养 一定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我带的头盔 就是我们家老大 写着字 老二的头盔是蓝色 写着它的面 就我们家老大 就着了 现在不是我们家老大 这一看就是当地人 我看前道这个马来人 假设也能穿着穿着 这个起高的车吧 就怕这个等红一灯的时候 没有树芋 你要在这个太阳里 暴晒个几分钟等红一灯 那就要命 你看你看这个哥们 硬着它是正着穿着 这个不是本地人 这个有可能是外楼 不快到了 先吃饭 吃完饭再去买东西 顺手买一桶鸡油 明天给摩托车换换鸡油 保养保养 今天我不吃 不吃那家了 不吃那家的经济饭 你要吃这家的经济饭 华人 但是你在这种地方 华人的它也是没有肚肉 有一家的颗鸡油 你要吃呢 那你吃呢 他也没有肚肉 是这样 很酷 他也没有肚肉 拿蛋 拿蛋 太多了 咱们这饭量跟他们这儿人不太一样 不用说话了 酒就行 今天我想吃个咖喱鸡腿 看 看起来没有鸡腿 没有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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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酱 OK 谢谢 呦 这算是开摘节啊 还送贤品啊 先看看这个啊 这算烧茄子还是算烤茄子 一块鸡 没有鸡腿 这应该是什么汤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手机结算的 大块鸡 你在外边吃啊 稍微贵点 咱这去把这凉快 这应该是鸡汤 哇 这鸡汤还挺行 这个是什么 啊 这个是椰汁 这个太甜了 这个鸡汤它很咸 这个椰汁 这个是椰奶做的什么东西啊 这里头 还有珍珠呢 哦 它不应该是那样的 应该货是这样的 这应该是特别赠送的甜品 我特别喜欢咱们家煮的这个咖喱汤 咱们用的那个咖喱汤 咱们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谁要知道什么牌子自个人家煮的 特别好吃 这茄子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茄泥了 这是个凉菜 它应该是蒸的 蒸完了 然后在这个上口 浇的这个辣椒啊什么乱七八糟 小葱 那种炸的汁 有点类似于东北那个蒜茄嘛 但是这个 甜 但是很好吃 哎呦 这个饭吃的真不错 看下来大概十二点 没什么事 这边以前吃饭 不在地点以后 那我记得以前是华人 有很多华人 那都是牌子 就这种 就这种 你华人的经济感 在这种地方 不是封闭的 也不可以买猪肉 所以 我在这边吃饭 喝啥水 肯定不会 不用跟他 不用跟他说 不要猪肉啊 装盘 真好吃 虽然说这个很甜 但是不能枉费 这个白的 这是什么 今天是绿的 我有猜对 本的是珍珠 看这个杠杆 虽然说都是马来人 但是我绝对相信 那个除了肯定是华人 要不然这茄子 它不会这么做 要不然这茄子 这是中餐都做过 而且绝对中式 哎呦 吃饱了 买东西卷 DIY居然没有卖机油呢 Tesco有 你看这个写的2T 这代表应该是两充成的摩托塔 这就不适合我的摩托塔 我那是四充的 我就应该买这种 10W-40 我都快忘了 这是什么意思了 大概就应该是这个机油的粘度 跟这个温度有关系 什么它低温启动或者粘稠度更好 你看这价格差不少 40块9 29块9 17块9 SAE40 这个也是40 这个也是40 SAE是什么意思 SAE我真知道 SAE是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协会 也就是说 这个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协会认证的机油 反正大概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17块9就行 这个是一升的 用于我那个摩托车就应该没问题 40块9 这太贵了 这个是10W-40 这个15W-40 嗯 这就就就其实应该马来西亚用不到 它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在极低的温度下 你启动 它如果那个机油的那个 粘稠度不好 对吧 它润滑性就不好 但是在马来西啊 应该不存在 就它 机油是买到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DIY跟Tesco都没有卖老花镜呢 我那个现在蛇的那个应该是以前在哥尼的那个五元店买的 五块钱 但是那个五元店现在已经倒闭了 我去哪儿买我的老花镜 不行我从国内买一个运过来得了 那么好